歡迎回到獨立特派 原來節目現場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 說起台灣黑熊 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 可能是他胸前的白色V0 不過亞洲黑熊 也有這樣的特徵 光從外觀是難以辨認的 大家在動物園所看到的 其實並不是真的台灣黑熊 全台灣收容的黑熊 經過血統檢定後 確認是台灣黑熊的只有四隻 都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 低海拔試驗站 他們因為受傷等因素來到這裡 被人類長期飼養 兩年前這些黑熊 開始接受動物行為訓練 目的不是為了表演 而是顧及動物福利 和相關的醫療照護 更重要的是台灣黑熊 是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 這四隻黑熊肩負著配對 繁衍的重責大任 透過行為訓練和環境的豐富化 可以改善圈養動物的身心健康 來看記者羅亞軍李金龍的報導 台灣黑熊F4指此一家別無分號 台灣有四個地方養黑熊 一個是那個平科大 然後另外一個是壽山 然後我們 還有另外一個是 台北市立動物園 公交單位有這四個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去做完血統分析之後 然後確定是台灣黑熊的 所以才移到我們這裡 行為訓練改善動物福利 刷下面的圈子好不好 好 來喔 上面的喔 這裡 你看這邊黑黑了 刷一下嘛 這裡 你在幹嘛 他們身負傳宗接代的重大責任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 低海拔試驗站 位在台中市的和平區烏石坑 海拔高度介於600到1800公尺 這個高度也在台灣黑熊的活動範圍內 山林間有個台灣黑熊富裕基地 目前共有七隻黑熊 其中四隻台灣黑熊和三隻亞洲黑熊 他們的來源主要是救傷或是人為非法飼養 卡特和黑妞這對老夫老妻 一隻27歲 一隻25歲 好 沒事啦 因為他會怕他所以他會一直擔心 他在幹嘛 這邊 沒事 再一次 來 放放 怎麼那麼放 因為只要他有動靜他就會一直往後看 因為他有時候會過來用手打他 這個是訓練的 用的 軟的 訓練師不定期上山 為基地的黑熊進行行為訓練 這一天 黑妞鏡子坐在一旁 不太想上課 卡特雖然動作緩慢 但是愛吃的他 很樂意跟著訓練的指令 只不過一開始還沒完全熱身 喂 卡特你給我NG 不是這樣的 這是NG畫面 好吧 我們重新來過 對 對呀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棒 所以我們在訓練打針的時候 會用這一塊的肌肉這邊 對 但是現在他還在訓練當中 就是讓他們會讓我從這邊打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他站在這邊的原因 是這樣子 就是直接卡著 一般人可能會好奇 野生動物有辦法訓練嗎 看在訓練師眼裡 牠們不會比家犬家貓更難訓練 任何物種牠們其實基本上都是 經由那個所謂的聯想法 跟前因後果法去做學習 所以今天不管是多大的物種 都有辦法用這個所謂 正向訓練的方式來 來告訴牠們說 我們人類的期待是什麼 從少生的建立開始 到訓練動物跟著目標棒 接下來才是完美轉身 我每次獎勵的點都是牠轉的這個點的話 牠就會知道說跟牠的後腳有關係 然後最後面是後腳碰到牠的這個欄杆的時候 我給可能比較多的獎勵 然後後腿好了之後呢 才會去修前腳的那個動作 因為牠前腳兩個巴著的話 牠就不會有機會翻過來打我們 你看牠又要自己在那邊亂轉一通 對 但是像 你這樣子做得那麼標準 沒有啊 我沒有叫你那個 黑熊訓練不是為了表演娛樂大眾 而是為了牠們的健康檢查 這可是富裕基地的年度大事 你的大肚子 舉肚子 牠肚子超大的 你看 想讓黑熊自動將手伸出來 還要乖乖地放好 得觸動牠們最愛的蜂蜜水 打針抽血得觸動兩人小組合力完成 我先用酒精棉 喂 Touch 這是假 假的針 給你看 假的沒事 沒事 假的 你要吹囉 好 先給 會先用假 假的針 讓牠知道說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型的動物啊 就是訓練上的重點 就是會比較擺在所謂的醫療照護 譬如說打針 看牙齒 或者是抽血方面的一些照護這樣子 因為牠們如果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牠們必須要那個 牠去喝水 對 必須要用吹劍的方式去麻醉 那吹劍的話 其實對牠們的心裡面的傷害 其實很大 因為會被嚇壞 低海拔試驗站的劉敏輝 共同加入訓練 這和平日的研究工作大不相同 但是你做動物訓練的話 你要觀察一個個體 然後非常仔細地觀察 牠各個時候的行為跟微小的表徵 但是這樣子在我們研究的時候 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領域 阿里是訓練課程的模範生 學什麼都很快 還迫不及待地自動就定位 不行 對 不要理牠 你好像在期待這個 不要理牠 等牠回去 好 給 好 觸動 往前拉一個 再往前一個 好 這邊可以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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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喔 完成困難的動作後 牠開心地享用豐盛的獎勵 應該是說我很驚訝阿里吧 對 跟Happy 因為Happy的話 以前我一直覺得牠好焦躁 阿里也是 因為你們剛才有看到牠 像你們比較陌生的人 艱辛說牠會發出一些喉嚼 我一直以為牠應該是末班生 結果後來想問牠竟然是末班生 不過在行為訓練之前 是看不到這種過程平和 動物也開心地畫面 往年只要進行醫療行為 就只能使用吹劍來麻醉 整個園區都感染 驚恐的氣氛 不但有害動物身心 連麻醉時間都會拉長 好像在很平常的狀況下 突然咚就這樣打下去 對 然後跟那個吹劍方式不一樣 吹劍方式是牠會很焦躁地這樣走一圈 然後又一直發出吼聲 你知道牠整個情緒是 非常驚恐的狀態下 所謂的保定 你不能像阿狗阿貓這樣用十字鎖固定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那你只能取得一個雙方都 同意跟願意配合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招呼起來才會 能力也不用那麼多 危險性也會降低 那動物牠們也比較開心 就是我們的訴求其實會是變成是說 那個動物福利是放在最前面的 就要走路中跳的 你好棒喔 小熊 你是 小熊 今年二十四歲的小熊 是這裡的第一隻黑熊 也是富裕計畫的起點 在大雪山種瘦甲的 然後牠斷了 牠斷了幼後肢 然後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對於斷肢的動物來講 是沒有辦法野放的 最開始的時候其實牠 我所知道是小熊其實是 圈養在特殲中心的 在野外 母熊會捕育幼熊到兩歲 但是小熊在五六個月大的時候 就失去母親 加上斷肢 評估只能人為飼養 而被送到低海拔試驗站 富裕計畫最早是由 台北市立動物園所提起的 那牠主要的目的來講的話 牠是希望說這些圈養在 各單位的台灣牙種的黑熊 能夠相遇在一起 這樣的話才會有繁殖的機會 如果沒有讓牠們在一起的話 牠們只會在各自的牢籠內 可能待到終身 然後都不會有相見的機會 台灣黑熊是亞洲黑熊的 台灣特有牙種 從外觀上是難以分辨的 民國一百年啟動的 台灣黑熊富裕計畫 在第二年就碰到問題 當時不同單位收容的 二十七隻黑熊 經過協統鑑定後 只有四隻是真正的台灣黑熊 小熊還缺了一個後隻 所以牠來講的話 當初牠被選定為繁殖的時候 其實是排在比較後面的 但是因為只有這四隻 另外一對平克大來的 黑皮疾小黑妞 牠們其實是兄妹 然後牠們沒有辦法做繁殖 根據資料 亞洲黑熊最晚的繁殖年齡 約為二十六歲 小熊已經二十四歲 阿里和小黑妞的年紀 大約在十五到十八歲之間 富裕基地面臨繁衍的難題 在野外 牠們的生存狀況更是嚴峻 民國七十八年農委會就公告 台灣黑熊為瀕臨絕種的 保育類動物 台灣黑熊目前在野外的數量 其實是很少的 那牠來講的話 牠現在就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牠的分部有出現斷層 以中部來講的話 可能大雪山 這個區域裡面有黑熊 可是經過南投這個區域是斷掉的 然後再從阿里山到屏東這一塊 中央山脈裡面有黑熊 艱困的富裕任務 對台灣黑熊的生存 具有指標性意義 我們試驗了兩年之後 我們發覺說 牠們其實除了繁殖劑 把牠們放在一起之外 牠們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被圈養的黑熊 大概都長達十年以上 牠們的行為來講的話 有點像我們人被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有一種類似精神疾病的出現 所以牠們的刻板行為很嚴重 2016年開始 富裕基地針對黑熊進行行為訓練 除了改善醫療照護的品質之外 也希望降低龍內動物的焦慮 其他的熊都是像狗這樣子喝 但是牠就是用撈的 然後去吸手掌上的水 所以這會被歸類為一個刻板行為 這很像的就是牠們這樣做的時候 會有一個大腦裡面 快樂的激素的一個回饋 環境豐富化 可以增加黑熊的覓食時間 免得牠們飽食中日無所事事 依照牠的性格去放高低 有些牠不喜歡爬高 有些牠喜歡低的 有些牠是可以爬高的 有些牠就是要看牠的習慣 對 跟美之熊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小黑牛牠喜歡 牠喜歡低的 牠喜歡低的 阿里可以放高的 因為牠會爬 因為黑牛比較爛一點 牠比較爛一點 所以牠就是盡量就可能放低 牠高的牠就會 沒有很大醫院想要上去 上去走食物 牠們在野外的時候 大概有至少80%的時間 牠們都是在找食物來吃 因為是生存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 所以就是牠們在圈養之後 被圈養之後 牠們一天可能早晚兩餐 吃完之後 牠們會沒有事情做 那其實沒事做 也是造成動物焦慮的一個部分 因為牠們天生的本能沒有被滿足這樣 利用消防水袋 樹木 和輪胎各式各樣的物品 為熊熊打造一個秘食遊樂園 像我們看到這些動物 我剛剛已經有先塞了一些甜地瓜 地瓜泥就是蒸熟地瓜 牠們會變得比較甜 所以牠們會比較喜歡 所以會塞在這裡面 對 那有些可以放蟲 一些 或是水果都可以 牠只要一吃飽之後 牠的刻板行為就會出現 那在我們統計裡面來講的話 最高可能高達佔八成的比例 一整天大概有八成的時間 都在刻板行為 那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有動物訓練之後 都已經很明顯的降低了 在我們觀察裡面 牠大概現在只剩下三到四成 牠們被關著的時候 牠們是對環境是沒有操控的 牠們完全是處於一個被動的情況 就是一般圈養的動物 包括我們的甲犬跟甲毛 那訓練的話其實會是提供 牠們一個選擇的一個權利 這個方式的話 就是讓牠們知道說 牠們的行為可以操控這個環境 那相對的牠們的焦慮 就會降低很多 藉由動物訓練的環境豐富化 不但降低焦慮 促進身心健康 還可以控制體重 有利於黑熊的繁殖條件 好啦 再一次 幫幫 刷下面的全齒好不好 好 來喔 下面的 這裡 看這邊黑黑的 刷一下嘛 這裡 你在幹嘛 棒棒 好啦 我撈了你 就這樣吧 我覺得牠累了 棒棒 台灣黑熊的富裕需要更全面的支持 是研究人員的缺乏 有關這一塊的研究領域 第二個的話就是有關於經費的缺乏 因為你看要做野外的調查 尤其是全台灣的野外調查的話 我們需要的經費是非常多的 這個富裕基地也接受民眾對黑熊的食物捐贈 在提升動物福利之後 也期待台灣黑熊能傳出成功富裕的好消息 動物心理以及行為的妥善照顧 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且重要許多 未來這四隻台灣黑熊F4是否有好消息傳出 獨立特派員也會持續關心 現在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